清华女博士枪杀丈夫与尸体同居7天激烈堪比毒药,美国打折网,新年购物神价直播。 SomeNine Villainly, Click to Firewall Region 最近网络上一则消息将一桩15年前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案子,重新载入了人们的视线。 清华女博士枪杀丈夫还曾与尸体同住7天。 这些外人看来本不应该关联在一起的因果,却串联在了一起。 在2005年,这起案件就曾震惊全国。 很多人想不通,一个前途一片光明的高知分子,为什么会选择自断前程? SomeNine Villainly, Click to Firewall Region图源,抖音据消息,当年被判处死款的被告人陈丹雷, 后来被减刑为有期徒刑15年。 如今已经快要刑满释放,还说出狱后想做翻译。 可是,已经错了的人生还可以推倒重来吗? 这个答案自在人心。 不同于普通因认知有限而犯罪的罪犯,陈丹雷绝对算得上是一名高材生。 不但从清华毕业,还是普渡大学的研究生。 19.95年,陈丹雷以四川省高考第五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 2001年,考取美国普渡大学硕士研究生并获得全额奖学金。 2003年,陈丹雷硕士毕业留校担任研究助理。 From the Louvaini, Click to my original 普渡大学,图源,网络在外人眼中, 她一直是一个前途似锦的才女可就是拥有如此学识背景的人。 在2005年,有计划有预谋的枪杀了自己的丈夫。 2005年8月30日,美国拉斐特市警方在一停车场内, 发现了一具被肢解成碎块的残尸。 经鉴定,那来自上海的28岁留学生,专题,何磊, 他是美国普渡大学机械工程系的研究生。 被害前,何磊正在攻读博士学位。 而杀害他的人,正是他的妻子,同为普渡大学研究生的陈丹雷。 陈丹雷和何磊两人在清华就是校友, 两人机缘之下相识相爱走到了一起。 当年陈丹雷收到普渡大学的offer后, 与国内的男友何磊领了证。 何磊也作为陪读来到了美国。 何磊抵达美国后,也进入了普渡大学, 将陪读签证转为了留学签证, 开启了与妻子共同求学的生活。 随着时间的拉锯, 两人性格方面的差异逐渐显现出来。 Some Nile of In-A-N-L-E Click to Vire Original Some Nile of In-A-N-L-E Click to Vire Original 两人旧照,图源,网络承丹雷内向害羞, 两人的爱情生活几乎是她的全部社交, 而何磊活泼开朗,在留学圈很吃得开。 陈丹磊逐渐陷入一种患的患失和自我怀疑的泥沼中, 与何磊的争吵冲突也越来越多。 他认为何磊眼中的她一文不值, 也不是一个好妻子, 何磊很可能已经移情别恋。 Some Nile of In-A-N-L-E Click to Vire Original 心理访谈高墙内的女博士,图源, 知乎这种对自己身边最亲密的人产生的不信任感, 逐渐击溃了她。 据悉, 204年圣诞之际, 陈丹磊就曾有过一次暴力行为。 因为将何磊刺伤, 他在美国入狱, 也被学校开除。 后来何磊借钱将他导释出来, 尽管有法庭的人身限制令, 他俩还是辗转又在一起了。 不久后, 就传来了陈丹磊士夫的新闻。 Some Nile of In-A-N-L-E Click to Vire Original 图源, 东方网园来, 陈丹磊暗暗在心底 买下的仇恨的种子, 比何磊以为的药片值得多。 根据陈丹磊的字述, 他想到杀人是因为争吵中丈夫提到了离婚。 他想着, 如果离婚了, 何磊那么受欢迎, 肯定能找到更好的女人, 可自己作为离异女性这辈子就完了。 Some Nile of In-A-N-L-E Click to Vire Original 陈丹磊 化名为甜语, 在央视心理访谈节目高墙内的女博士年轻的夫妇共同留学的现象并不少见。 面对和国内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与学习环境, 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出于对自身的不自信、对婚姻破裂的恐惧,加上原生家庭留下的心理阴影,与学业的多重压力,使得陈丹磊做出了这样极端的行为。 可凭日看起来瘦磊小小的女生,谁又能想到陈丹磊会是这样极端的人呢? 往往,这样偏极端的人格养成,与原生家庭的影响不可分割。 由于这极案件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很多媒体对陈丹磊的原生家庭做过偷析。 据悉,陈丹磊出生于四川一普通家庭。 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家庭妇女且学历不高。 随着丈夫在职场上发展得越来越好,夫妻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 陈丹磊母亲的心理也开始发生变化。 THUMBNA FINALLY CLICK TO BUYER WORRY DINER